话说这天半夜 打羹人正在打羹 突然一怀抱婴儿的白衣女子 从她眼前飘了过去 向南府方向而去 打羹人被吓得跌倒在地 而正逢南府办丧事 灵堂里的守灵人听到动静 便起身看了看棺材里的人 看了半晌也没看出什么不对 却听到了大门自己打开的声音 片刻后那白衣女子突然出现在门外 守灵人吓得不敢出声 那白衣女子也不理她 飘到南府的阁楼上 来到了南府少爷南三富的床前 眼含恨意地看着她 恰逢此时南三富从睡眸中睁开眼 看到床前的白衣女子便大呼有鬼 她房里的下人醒了过来 女子转眼便消失在她面前 往楼下飘去 她一挥袖下人们不但被她吓晕了 房里的物品也被她弄得乱七八糟 第二天打羹人和其他人闲聊 说她看得真真切切 这个白衣女子手里还抱着个孩子 一定是刚过门不久就死去的南府夫人 南三富心里害怕 就从管家那里打听到 镇上最近新来个道长 据说很有道行 便请她去把道长请来 而此时一位老道出现在南府门口 说这个宅子因其太甚鬼魂作祟 南三富立刻就请人进来 谁知那老道不理不睬 抬脚就进了府 没去正堂倒是先来灵堂看了一番 管家把她请到少爷房里 南三富一问之下得知 原来眼前这位就是她原本要去请的徐道长 南三富立刻激动地朝她跪下 请她救自己一命 而后把女鬼作祟的事情一一说出 道长就问她 你灵堂里摆着的是你新婚业 上吊自己的妻子吗 她生前有没有什么冤屈 南三富说 我娶她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能有什么冤屈呢 而后她就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全盘说出 原来此前 南三富和一位姓顾的朋友玩耍 来到一大户人家门前 便看到里面嬉笑的眉毛女子 顾公子告诉她 这是金府的千金 如果有意我就给你说没 南三富就当她是在开玩笑 说人家是大户人家的女儿 我只是一个穷书生 怎么配得上呢 顾公子就说 你明明可以却又不敢 那不是懦夫吗 第二天顾公子果然来了金府 对金元外说 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 但是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的朋友南三富 她家境还行 就是还没有考取公明 也还没有娶妻 但是她忠意于你家女儿 能不能促成这件事 金元外考虑的片刻 竟真的答应了 顾公子把这件事告诉南三富 其料南三富却翻了脸 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就自作主张了 顾公子说 门第相当 金小姐又财貌双全 你公明落后于别人 这读书人谁不想巴戒金元外 我跟你说成这门亲事 你就算攀上金家这个高枝了 我们在仕途上也都有的依靠了 南三富想了想 觉得有道理 也就同意了心事 许青这天一张队 走了一半 突然阴风四起 刮得众人都睁不开双眼 但这风也就刮了一小会 便风平浪静了 队伍准备继续前进 却没有想到新娘子的调子 却重了许多 抬脚的人使出权力 才勉强抬了起来 到了晚上 南三富来到新房外 却听见新娘子哭得伤心 他叹了口气走进房里 对新娘子说 洞房花竹叶应该笑才对啊 却没有想到新娘子 扇了他一巴掌 贴开盖头 把房里的装饰都砸了 南三富当下就气得 和新娘子扭打在一起 直到下人进门 拉开了两人 于是这新婚当夜 南三富就在书房做了大半宿 管家劝他说 大家闺秀 都有些古怪脾气 小心陪礼就是了 还是回房睡吧 他这才重新回到新房 在床前一番陪礼 却不见床上的人动静 他看了看床上空无一人 正往旁边走去 头却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他抬头一看 正是他的新婚妻子 可却已经上吊自尽了 老道听闻这件事 便开始做法 一番做法 他便来到阎王店前 阎王问他 你为何而来 他说 想借生死簿 查看金小姐该不该死 阎王看过便说 他原本还五年阳寿 但是生前不与人为善 豆家妻女的早逝 便跟他有关 豆女告到阎罗殿 我便捡去了他五年阳寿 至于男府闹鬼 不是金小姐干的 男三父给了老道重金 求他斩杀女鬼 但老道却说 我救不了 这钱财换不回良知 我只救新城的人 不救你这样的伪善之人 男三父无奈 这才把他和斗女的故事 说了出来 原来他早就结识了斗女 一日天降大雨 他和管家在一村民家借宿 而这户人家的女儿 正是斗女 豆家盛情款待了他 男三父对斗女 也是一见钟情 一见之下便神魂颠倒 他讲到了这里 突然一阵阴风刮过 吹熄了蜡烛 原来是那斗女又来了 老道便跟着他而去 让他现行 斗女便跪了下来 讲出了男三父 没有讲完的后半段故事 原来在那之后 男三父便在他家住下 一天他装作崴了脚 和斗女搭上了画 斗女把他请进了门 到茶水的时候 男三父把人抱在了怀里 说我仰慕你的画工 想跟你结尾 百年之好 斗女说 我一个贫寒人家的女儿 怎么配得上你呢 男三父为表忠心 就把自己刚画好的扇子 送给他当作定情信物 斗女收下男三父 见他没有拒绝 便立刻和他撕定了终身 老道听完感慨万千 说你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和你自己的轻薄有关 斗女却说 这并不是男三父好色 能让我变成现在这样 是另有隐情 此后我们日日相对 只因我怀了身孕 才惹出了麻烦 惹出了什么麻烦呢 关注我 带你看下半段故事 带你看下半段故事